哎呀 养一只会飞的狗 会说话还会飞的狗 除了有点鱼粉 别的也没啥毛病 说这玩意叫 其实它不叫 很少叫 原来往死喊的时候反正一顿大笔头 现在给绑过来了 该说不是我的俺家土土 现在毛现在是长齐了 比来的时候是漂亮多了 这跟狗似的 往着沙发上一躺 你跟它挠着挠着 它也高兴 跟你玩 说这鸟打完了不亲人 没那事 天挺好 带它出来溜的溜的 没啥玩具 给它撇坏破麻布吧 跟它玩挺高兴 就是一直会飞会说话的狗 完全这玩意比一般的狗都聪明 你说它跟变木啥的比 那就不到了 反正比我仰慕的狗基本都尖 这在路锅的大哥呢 又骗了点面包 骗了一口桃 有面包不吃桃 基本平常也不喂面包 基本都是水果 蔬菜也啥 现在这毛看着是怎亮 跟手机里边看有点烟 有点烟 就是那个饱和度高 实际看没有这么蓝 没有这么黄 但是量确实是挺亮的 营养还是比较能跟得上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它有点肥 现在它有点飞不动 飞两下就糊子在船 完了它也不愿意飞 最近没啥事多训练训练 等那个训练好了 我也出去放飞去 看看能不能变成那 那原来看过一个贼火的 那个蓝黄的视频 大黄开不开戏 爽不爽大黄 大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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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家土豆现在这毛可是行了 基本都脏全了 这你看这刚来的时候就这个比较 那土毛椅子的起个名叫土豆 再对比对比现在是吧 想想这小毛色 油光蘸亮那是相当的带劲 行了今儿就得瑟到这儿了 我是杨教授 不仅仅是个仰爬的死变态 不对 这是杨鸟的 杨鸟的还没想好是啥名呢